大家好,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,希望大家能给堂堂点个赞,您的支持是堂堂,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人到老年最怕这件事,希望你不会遇到。 很多人还蒙在鼓里,巨婴是什么?就是人身体长大了,心理年龄还停留在婴儿时期。 现在的中国父母很多都在养巨婴,前几天看到一条让人十分愤怒的微博。 天津南开区,二马路一户家庭,爸妈为80后儿子买婚房,耗尽积蓄还外借30万元。 婚期临近,儿子又按女方要求找爸妈索要6万块钱理钱。 接连闹几天,妈妈心疼儿子,又拿不出钱,哭着说,儿啊,你这是逼妈妈去死。 儿子冷漠地说,那你就死吧。 在他的观念里,没钱都怪爸妈没本事。 就是爸妈的错,拿不出聘礼钱,母亲就该去死。 这位母亲大抵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自己养了三十几年的儿子会这么无情,于是绝望地从五楼纵身一跃,当场死亡。 真是为这位母亲感到悲哀。 80后,年纪最小的话也30岁了,难道自己连6万块钱存款都没有吗? 更可恶的是,自己没钱还理直气装找父母要。 父母为你好尽积蓄,还外借30万,居然还说出那你就去死吧这样的话来。 真的很难想象,寒心如苦三十几年,竟然养出这么一个白眼狼,不仅不懂父母恩,还把父母逼上绝路。 这里面有个细节,事发当天,这位80后儿子的父亲还在外面给他借彩礼钱,因为儿子都30多岁的老人,举债30万,还在借钱。 这位巨婴可曾想过,往后他的父母拿什么来还,要用他们本应该颐养天年的,年迈的,已经占不值的身板去赚血汗钱,来还你娶媳妇的债吗? 有些孩子真的是在吸父母的血,并且从来不懂得心疼。 前几天,上海街头出现了这样的一幕,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在街上走着,后面一个男子突然冲过来将他抱起,在空中狂甩,老人试图挣扎,男子则加大了力度,强行将他往地上按。 瘦弱的老人被甩得战斗站不稳,一个亮枪就摔倒在了地上。 他疲惫却又无奈地坐在台阶上,男子却越发来劲,脱掉自己的上衣,用力地朝着老人的头部抽打,甚至将大衣甩在了他的脸上。 后来周围来了一些保安,大家试图制止男子的疯狂举动,可谁知这名男子非但没有收敛,反而更加猖狂,还拿了别人的扫帚,要过来殴打老人。 究竟是有什么不供戴天之仇,才能让他对一个瘦弱无力的老人下重手? 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,这位老人正是男子的母亲,当天男子向母亲索要两万块钱还银行贷款,但母亲说自己没钱,男子便让他向亲戚去借。 母亲不同意,他就直接动了手,对自己的母亲又是拖拽又是殴打,这一幕看得让人心酸又毛骨悚然。 作家吴志宏曾在一本书中写道,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年龄没有超过一岁,还停留在口语期。 有态度的中国式巨婴把肯老当作理所当然,心安理得的拒绝长大。 他们虽然生理年龄已经是成人,但心理年龄仍然像婴儿一般,总是一味像父母社会索取,永远以自我为中心,丝毫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。 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,他们就会像没有断奶的婴儿一样撒泼,哭闹。 山东一位70多岁的阿婆,每天顶着酷鼠奔走于街头,只为帮儿子找工作。 不会上网,没有人脉的阿婆,只能用最笨的方式在街上找人搭话,她希望能够碰到某个好心的人,可以帮自己的儿子重新走上社会。 阿婆的老伴已经去世,儿子在家啃老啃了二十多年,平日里两个人就靠着每个月三千元的退休金生活。 阿婆说,儿子之前也干过一段时间保安,但后来就不想干了,在家待着。 一待就是二十多年,一个有手有脚的成年人,每天窝在家里当猪宠,吃饭睡觉打游戏,还要从七十多岁老母亲微薄的退休金里搜刮钱财来为自己所用。 这样的军精现象在中国实在是太过常见。 有48岁的海归硕士回国后不肯工作,靠劳母亲给的生活废狗活。 她母亲已经82岁了,还患有尿毒症。 苦苦哀劝儿子出去工作,儿子却死活不肯。 有富日留学五年的25岁青年,对前来阶级的母亲连刺酒刀。 至其生命垂危,原因仅仅是因为她嫌弃母亲,不能满足她的生活需求,于是竟然拔刀相向。 顺德一位31岁男子因为使用伪造的驾驶证被警察查获,按照相关法律被处以罚款5000元,行政具有15日的处罚。 男子父母听闻此事后,情绪异常激动。 质疑交警,你们太过分了,她还是个孩子,才31岁,你们为什么罚那么重? 民警现场听了这句话都懵了。 某第一位23岁的男子,因为看到自家楼层没有安装指纹锁,心理不平衡, 便在电梯内将指纹锁强行拆除,随后直接从高楼抛了下去。 物业要求赔偿7000块钱,男子母亲却拒绝支付,并称她才23岁还是个孩子。 孩子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,你怎么教育她,她就怎么长大。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统计,在城市里,我国有65%以上的家庭存在牢养小现象, 有30%左右的成年人依靠父母,为其支出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。 刘庸曾经感叹说,今年有多少孩子,既要美国的自由,又要中国的宠爱。 没有美国孩子的主动,又失去了中国的孝道,都说百善孝为先,养而未防老。 然而有太多喜欢溺爱孩子的中国式家长,养出了遍地的中国式巨婴。 他们没有独立能力,喜欢作响其成,喜欢一味索取,最后成为不折不扣的白眼狼。 中国的巨婴把自己当成了宇宙的中心,他们不仅认为父母应该对自己摆一摆顺, 甚至认为这个世界都应该为他们服务。 他们的心态总是我若我有理,别人帮我是天经利益。 2017年6月,武汉一位名牌大学女博士自己迟到,过了登机时间, 借机员建议她改签或者退票,女博士却质疑要乘坐这趟航班。 沟通无果后,女博士突然冲进柜台,朝着直机员的脸狠狠抽了几巴掌, 并嚷嚷,我就迟到五分钟怎么了。 可怜的直机员小姑娘平日里性格温柔乖巧,被无故扇了巴掌气不成声。 2018年1月,一批刚从军校毕业的兵哥哥背着行囊坐上了高铁, 没有想到一群没有买到坐票的乘客开始怨声载道, 当兵的为什么不给别人让个坐? 身边还有人附和说,你以为当兵的会像电视剧中那样给你让坐吗? 好人没有那么多。 五分钟后,当高铁开始平稳运行,兵哥哥说,我们都站起来,给没有座位的人让个坐。 于是明明买了票的兵哥哥,背着行囊站在高铁车厢里,给几位中国式巨英让了坐。 2018年1月一鸣带着孩子的罗女士,用身体强行挡住高铁车门,阻碍发车,她声称要等老公来,让全车人等他们一家人。 在被工作人员阻拦拒绝之后,她像一个三岁孩子一样无力取闹,使出了撒泼打滚的绝活。 这个奇葩的群体自私到了极致,不重视规则漠视他人的感受,当这个社会被遍地的巨英包围,想想该有多可怕。 每一个中国式巨英的背后,都有一对过度溺爱的父母。 教育家马卡连科说过,一切都让给孩子,为了他牺牲一切,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,这是父母送给孩子最可怕的礼物了。 在浇灌,宠爱,百依百顺中长大的孩子,习惯了享受和依赖,没有独立成长的能力,他们不会对父母的付出有丝毫的感激。 反而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应当,他们会认为自己办事的不如意,都是别人造成的。 物质上啃老,精神上未断奶,都是不独立的表现。 父母能做的就是放手,让孩子独自承担他的人生,那些世世代劳从不教孩子独立的父母,才是最无知最残忍的。 中国是巨英,父母尚可容忍,而社会却没有那么仁慈。 中国是父母们是时候该放手了,否则你替孩子走的路,最后都会成为他们的坑。 今天分享到这儿了,大家别忘了给唐糖点个赞,同时可以到Facebook和唐糖互动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